前龙皇帝到底担当不起诛杀严冠的罪名 但又苦于前锋就是不低头就是不认错 只能亲自前往大牢劝说前锋 奈何前锋并不领情 甚至又呈上了一道相当于直接打脸前龙皇帝的奏书 此时的前锋基本相当于大明朝的海瑞 奈何前龙皇帝并非诸后聪 前龙皇帝龙颜震怒 疯狂叫嚷一定要杀了前锋 闻听消息的和尘和刘雍赶紧赶来释驾 高云丛拦住了两人 信息很明确 前龙皇帝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到底是九世遇前的宠臣和尘直接问及了关键 行了事情明朗了 态度明确了 前锋非死不可了 作为前龙皇帝的第一宠臣 作为前龙朝第一宰府 和尘怎么能让前龙皇帝亲自动手 怎么能让前龙皇帝背负朱砂严官的骂名 于是和尘再次前往大牢 决定行前龙所不能行 以求解君父之忧 端着酒端着菜 和尘来到大牢找到前锋 只是菜是好菜 酒却是毒酒 和尘还是一如既往的开场白 这一次不会再劝 这一次即为最后一次 前锋一看有酒赶紧倒了一杯 刚要喝却被和尘拦住了 注意这句话极为恶毒 按照前锋敢和前龙皇帝先桌子对骂的霸道模样 这句话一击必定会严重刺激前锋的自尊心 甚至会一口饮下证明自己有种 可这一次前锋却怂了 为啥 因为他面对的不是顾全名声的前龙皇帝 而是行事不择手段的和尘 所以前锋不敢硬了 更不敢叫嚣宁死不屈 甚至开始给自己寻找保护伞 前龙皇帝会不会杀了前锋 前锋心中自然清楚 要不然他也不敢如此嚣张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警告和尘 你敢跟我喝毒酒 你就不怕皇上追究你的罪责 和尘倒也痛快 直接了当地给出了回答 不 是我给你准备的 和尘今天的目的就是杀了前锋 顾不上前锋的敲打 更不会在乎前锋的溃溃 只是这杯毒酒到底不能硬灌下去 他还得想办法说服前锋 让前锋自己动手 第一劝 朱星 人往往都是越缺什么 便越想抢掉什么 越有何种目的 便越想拼命掩盖 遇事言观的工作性质 有着极为明显的两极分化 要么刚直不屈 一心为国 要么孤明钓鱼 以妖执名 前锋纵然本意为名 但其境界的时间 地点和场合确实不合适 难免会让人生出怀疑 更何况 和尘本就想要朱行 哪还顾得上前锋到底怎么想 说你有错 你就是有错 没错也是错 谁让你得罪了 最不应该得罪的大领导呢 就这一句话 前锋立马崩溃了 赶紧解释 何清兄 我前锋 从来就没这么想过呀 现在知道解释了 现在知道后悔了 耿直刚硬 固然令人敬佩 但你首先要保证自己得活着吧 一通乱喷就为了求死 这不叫一心为国 一心为民 这叫缺心眼 独酒都拿来了 和尘还能听你解释 啥都懂 就官场之道一窍不通 如此前锋 就算被摆到左都御使的位置 也只是乾隆皇帝 用来震慑朝廷官员的工具 仅此而已 第二卷 扣帽子 参合石都府 你去枯祭太庙 皇上南巡 你头撞凤铜 无非就想搏得个 文官见死的清明 这一回 你把棺材都准备好了 更是报定一死 以求流芳百世 你也不想一想 大清朝 从来就不杀阎官 你非逼着皇上 把你给杀了 老一个诛杀玉石 堵塞阎路的 骂名吗 枯祭太庙 等于向大清先祖 状告乾隆皇帝的不是 头撞凤铜 等于大庭广众之下 不给乾隆皇帝面子 这一次更严重了 先准备好了棺材 再当着六不九星的面 趁着胜受大典的机会 公然指责乾隆皇帝 乾锋确实在一次次作死 如果不是御使言官 恐怕谁也无法容忍 所以乾锋一直在强调自己 并无此意 但其所作所为 却一再表明了这个意思 好了 只要坐实 乾锋一心求死 成就清明的目的 和珅就能将一顶大帽子 扣给乾锋 你这叫献均负于不义 献均负于骂名 一句话 身为人臣 你不忠不孝 说到这里 乾锋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 我明白了 皇上饶不了我 我又不能死在他的手上 就只有 只有喝下这杯毒酒了 既然乾锋已经明白了 自己的唯一下场 和珅也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直接向乾锋 申聚一功 爷 你的脑子总算转圈了 乾锋虽然明白了自己唯一的选择 但他毕竟没有主动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所以和珅还需要继续加码 乾锋老弟 于情于义 我不能杀你 于忠于孝 我不得不杀你 意思很明确 杀了你才能保劝乾隆皇帝的盛名 杀了你才能成就你的忠孝之心 面对这句话 乾锋该如何选择 坚决不从 那就等于坐实自己罔顾君父亲民的罪过 更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之辈 没办法 只能听从 端起酒杯 乾锋想要再次明确自己服毒自尽的意义 大好形势就在眼前 目标追求马上就要实现 和珅还会给出另一样回答吗 大中大小 然后乾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堂堂督察院佐渡御史 就这样死在了大牢中 另一边 乾隆皇帝仍在思虑 到底该如何处理乾锋 这个乾隆朝的异类 和珅赶来赶紧给出劝说 请皇上起驾 去西之门 受百姓朝贺万寿 和珅劝说 乾隆皇帝到底要给点面子 朕的庆典到此为止 不要多言了 态度很明确 乾锋一日不处理 我就一日不过寿 有招你们想去 没招你们都去死 继小兰离开以后 和珅直截了当地 给出了这样一句话 启禀皇上 乾锋死了 和珅认为 既然乾隆皇帝 一心想要除掉乾锋 还不方便亲自动手 那自己行领导所不能行 必定会得到领导认可 就算乾隆皇帝 给予训斥 和珅的用心良苦 也必定能够被理解 只是和珅期待的反应 并未出现 乾隆皇帝 闻听这个消息 猛地转身 这个猛回头 又让和珅 解读出了 别样的味道 这下吻了 听见乾锋的死讯 皇上果然出现了 预料中的惊喜 因此和珅 赶紧给出了说明 可这句话以后 乾隆皇帝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那股只有和珅 才能看懂的厌恶和愤怒 让和珅不寒而栗 和珅终于意识到 自己可能做错事了 接着乾隆皇帝 直接问了这样一句 你去见过他 是 乾隆皇帝彻底怒了 注意 乾隆皇帝 担不起 最多落个骂名 可和珅担不起 又会落得何种下场 将棘 罢免 下狱 处死 甚至株连家眷 都有可能 乾隆皇帝 明明想要杀了乾锋 如今乾锋真就死了 而且还是服毒自禁 没有他的责任 他为何如此震怒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 乾锋不会自禁 他会等着乾隆皇帝来杀 以求成全身后之名 也就是说 宣布乾锋服毒自禁 没人会相信 那么乾锋的死 就只能是他杀 可乾锋是御史严官 堂堂的左都御史 满朝文武都会认为 如果没有乾隆皇帝的暗示 谁也没这个胆量下手 所以不管乾隆皇帝 有没有下令 不管和珅是不是自作主张 乾锋就只可能 是乾隆皇帝下令杀的 挣扎了那么久 犹豫了那么久 到最后还是背上了 诛杀严官 阻塞严陆的骂名 你说乾隆皇帝会不会生气 那么乾隆皇帝又会如何处置和珅呢 我们来看乾隆皇帝 命和珅下发的一道圣旨 你指 老臣阿贵 终止耿介 忧国爱民 堪称仁臣表率 若其回京后 开府五年前就职 仍在军机处行走 啥意思 老臣阿贵取代了和珅的废质 重新成为了首席军机 成了朝廷一把手 代表什么 和珅的牌位下降了 和珅的圣宠减少了 乾隆皇帝对和珅不满了 对于和珅而言 这种惩罚远远胜过自己的脑袋被踢破 远远胜于自己被罢免一切官职 更壮的是 乾锋的死引来朝野震荡 以老臣阿贵为首的朝廷诛臣 强烈要求彻查前锋案 和珅又该如何应对呢